大家好,欢迎收看8月30日星月3日的104财经科专题研习,我是Esther,陈雨堤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视频 主要看到走势的格局都是一个先歌后低的走向 今早就算是延续了过去两个假日日的势头高开175点 但推升到258点又创半个月的新高之后的走势就有少少改变了 在20天线附近显著看到的压力存在 令到午后转结最多56点 最终收报18482点,微幅到跌1点收市 而国子方面就收跌30点,跌幅0.47,收报6356点 科治就收报4195点,下跌39点,跌了0.9% 大市成交金额方面少少增量到1080亿亿元 今天如果板块会见到电力股份领跌 华阳电力就大跌4.7%在蓝筹股份中要增低了 马上进入我们专题研习的部分 今天会想跟大家讲一下航运股份 其实如果看航运股的话 大家都会留意的就是集装商的航运的表现 其实目前看到集装商的需求或整体行业 其实都没有走出过盈利低谷的 像东方海外那样公布到的数字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半年的经营现金流 安年大跌了9成1 盈利方面大跌8成 两个跌幅都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中远海控也有公布一些数字 中期的收入918.4300.000元人民币 安年下跌了5成6以上 至于顺利方面165.6100.000元人民币 也倒退了7成4以上 至于每股盈利1.03元 中期息排51分 这些数字其实都见到 收入盈利等等都不是太好 MG 士丹利就有预计 这两间公司下半年的盈利表现 甚至不如上半年 现在我们看到上半年这个数字都不好 下半年还差过上半年 即是没什么好期待 至于下年的预期 噢 比今年更差 所以似乎在一个短期之内 大行都不太看好 会有一个明显的复苏 MG 士丹利也指出 7月中国的新出口订单 PMI 仍然处于50以下 其实只要在50以下 就已经是一个收缩水平 显示习张商航运需求 依然都见不到有什么起色 也将东方海外今年到2025年 这三年的盈利预测都下调 下调3.9-4.3 至于中远海洪的预测下调 1.8-3.3 短期之内都见不到这个行业 可以有什么很大的改善 至于目标价也有相形的下调 东方海外的目标价 跌了7.8% 中远海洪目标价下调了8.4% 两只股份都有评级到减持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